好来看到凌晨的12点多 消防局呢是接获民众报案指出 会在副理乡永丰一间铁皮屋有浓烟串出 那么消防局是立即的出动 消防车以及消防人员并且通知一销道场来支援 那么消防员马上进入到屋内来搜救 果然在铁皮屋内找到了76岁的张姓屋主 那么这名屋主呢被救出的时候是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全身焦黑送医之后宣布死亡 31号凌晨12点 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指出 位在副理乡永丰一间铁皮屋有浓烟串出 消防局立即出动消防车以及消防人员并通知 警疫销道场支援 消防员马上进入屋内搜救 果然在铁皮屋内找到76岁张姓屋主 张姓屋主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全身焦黑送医之后宣布死亡 男性患者张先生 约76岁 倒卧仰卧在门口屋内 并及时偷困 评估生命真相 全身焦烧黑 完全没有意识 明显死亡 现场火事在12点54分完全熄灭 这次出动警疫销人员总共有38人出动 富里东里浊西玉里池上消防分局 共计9辆消防车 至于火灾原因将由消防局火调科鉴定当中 记者高层双副理箱采访报道